如果你看上了鼠鸡的 或者你本身就是鼠鸡的 那你的阴檐线 桃花 人脉 非常的旺 那么用四个字叫做 你浓我浓 兔子的在这个阴历的三叶 特别有强烈的控制意 感情方面其实是不喜欢画科的 尤其是夫妻公有画科的话 容易入水咽咽 马杀鸡 那么鼠鸢的特别容易入水咽咽 那基本话剧反映在感情婚姻桃花方面 就是活活见鬼 嗨 大家好 欢迎来到上课精华 今天是个很特别的日子 也就是三叶三 在人间大假骂 昨天晚上出行 很多人都在那边祈福 求的大部分是姻缘 感情婚姻 或者是钱财 或者是健康 那我们今天最重要的 是按照你的生效 当在阴历三叶的时候 也是大假骂出行的时候 你的命盘之中 三叶份 哪个生效 对你的桃花人脉 婚姻感情最有利 当然也要避开 不利的风险 求财 哪几个生效 对你最有帮助 是你的贵人 那你本身是什么生效的时候 应该要采取 怎么样的求财方式 或者是在阴厌线上面 找到你的良人 那你对这个生效跟命盘 更深的一步的去研究 那一定对你在三叶份 产生很大的帮助 因为有大假骂的保佑 首先2023年 2023年 阴历的三叶 在国历 西洋历是4月20到5月8号 在这一个月里面 各个生效 对于婚姻感情 桃花人脉 还有钱财 最重要的是哪几个生效 第一步 我们看 2023年在这个位置 2023年在卯位 在卯位 那2023年的 阴历的三叶 在这个地方 阴历的三叶在这个地方 也是斗金的位置 那斗金的位置 公肝是丁肝 也就是在丁氏 在丁氏 是斗金三叶 那今天很特别 这一个 如果你能够掌握 这样子的一个生效的时系 对应到 这些神明的保佑 特别的有利 那我们知道 丁肝会让太阴化禄 太阴化禄在这个位置 这个位置是有 有就是属鸡的 化禄代表上 什么意思 化禄代表 你浓 我浓 如果你看上了属鸡的 或者你本身就是属鸡的 那你的阴厌线 桃花 人脉 非常的旺 那么用四个字 叫做 你浓 我浓 除了自己是属鸡的 应该要掌握你的人脉 桃花之外 你也应该多多帮助 比如说你家里 有哪些人的桃花 因缘感情 或者是钱财 比较弱的时候 你应该出手 多帮忙 这叫做贵人相助 那属鸡的三合 是有丑 这个属蛇的 跟属牛的 这个是所谓 我们在生效里面 最重要的三合 就属鸡的很棒 那你家里呢 有属牛的 有属蛇的 你要多给他 怎么样 送个小礼物 多帮忙他 反过来讲 那你属蛇的 跟属牛的 你身边有属鸡的 你希望你的桃花 人缘人脉 都非常旺 那你当然要给 属鸡的送送小礼物 吃个甜点 那这样子就很旺 就很旺 或者你们一起去哪里 去大甲骂拜拜 那更旺 那你们先求个阴言 跟属鸡的一起去 那更好 或者你身上 带个属鸡 生效那个鸡的 那个吊饰啊 也可以招来 很好的阴言 当然 阴言好 钱财就旺 尤其是现代的社会 你有人缘 有人脉 你的钱财就很旺 尤其是做业务的 做网红的 要面对公共事务的 面对大家 很多人的 那么一定要掌握这个 你农我农的 这样子呢 四个字来代表 属鸡的 属鸡的 好 接着我们来看 天同是化钱 化钱是什么意思 化钱就是碰上了 看上了 我一定要强力的争取 另外一件事情 化钱有一种被内带狂 还有内带别人狂 这个内带不一定会让对方怎样 就是说他很有控制意 都要听他的 或者呢 如果你把化钱给人家 你就要听别人的 那别人把化钱给你 他听你的 意思就是要有控制意 那你碰到这样控制意的是谁 就是属兔子的 兔子的在这个阴历的三叶 特别有强烈的控制意 那你碰到这种有强烈控制意的人 你该怎么办呢 对钱财很好 你对钱财有强烈的控制意 那你就会强力的去征集钱财 那你如果对感情婚姻 应该是什么 水河啊 你农我农啊 两厢情宴啊 但是既统计 在感情婚姻的路上 桃花的路上 百分之七八十人 都有控制别人的那种权利欲望 尤其是感情婚姻 先世主义 那有一种喜欢被人家控制 为什么 因为他依赖性很强 所以你就会从这个角度去理解到 天同化钱 天同还好 天同是温和之星 所以化钱情况不会这么严重 你理解就可以了 但是化钱不采三合 铜工比较重要 或者是对工 对工附冲 会让这个化钱产生作用 这个是观念问题 三合派的生肖的概念 一定要很清楚 因为在生肖 在八字里面是所谓的三合暗合六合 对冲 这个观念很重要 那化钱它是不三合的 好来我们接着看 天同是化钱 那天机就化科 化科就是什么 很随性 很随和 无论是化钱 无论是感情 都很随性 那么在感情方面要很注意 感情方面其实是不喜欢化科的 尤其是夫妻公有化科的话 容易什么 容易入水淹淫 马杀鸡 我们那个年代 特别强调马杀鸡 他会特别这样 下班了你知道吗 年轻人就会相约说 要不要去买一把 那么属羊的呢 在这印尼的三叶 特别容易什么 入水淹淫 就是说人家就去 人家就去 一杯酒喝下去 啥事都干得出来 叫化科 化科在其他地方都是贵人 在感情方面不是 他很随性 入水淹淫 马杀鸡型 好来我们最重要要看什么 化技 化技 技门一化技 就是活见鬼 疑惑是非 按鬼奏睡 少往水边走 这讲到健康 往水边走 常常会溺水 这很重要 水多的地方 怎样少 就是寄门化技 那寄门化技 反映在感情 婚姻桃花方面 就是活活见鬼 就莫名其妙 对方突然就生气了 你也莫名其妙就生气了 尤其少往音庙 到音庙去的时候 容易遭鬼 那么在海味 化技最怕冲 化技属猪的人 你知道吗 一定冲属蛇的 所以属蛇的 一定要避什么 避开属猪的 那属猪的 要怎么样才有办法呢 来消灾解恶 让活见鬼来帮助你 所以你要在你的 周遭朋友里面 周遭朋友 两种方式 我们现在第二阶段 开始讲了 比较深入一点 也就是说 你在这一个月份的时候 如果你真的有 这些事情发生 表示你跟石系 跟石系对应上了 你的命盘 被石系对应上了 但是有的因为 对指挥投诉不是很深入 那怎么办呢 你就感觉 所以我常跟这个 写者讲 没事就当做知识 看看笑话就好 如果你有迹象 那你就应该要赶快 检查你自己的命盘 比如说属猪的 在三月份 你莫名其妙了 原来感情很稳定的 或者莫名其妙发飙 尤其做业务的 或者网红的 特别容易被攻击 或者牵什么东西 都出状况 这表示有迹象 那么有迹象的时候 两路进行 怎么样两路进行 你看这里是钉竿 那你就要这样找 这个是教你怎么找 钉竿 甲于丙丁 物己 庚 心 心就在这里 看到没 心肝 那么心肝可以让怎么样 忌门划路 这个叫做在生肖上面 或者是在指挥斗书里面 叫做路来解忌 这不是路忌 路忌同工 双忌 不是 那是别人 别人的划路 可以来解你的忌 这一点特别注意 那如果是你自己 那你一定就双忌 大波 所以要找谁 找属鸡的 你每一次有什么困难 你就去找属鸡的寥寥 比如说你在感情上 在桃花上 莫名其妙你的伴侣 或者你的朋友 常常花彪 莫名其妙的 诬赖你 莫名其妙的 找你的茶 这个时候你去辩解 越辩越糟糕 疑惑是非 越多 吵到最后 连桌上 饮料都会打翻 为什么 水饿 饮料都会打翻 甚至于什么 用水互拨 我见过这样的案例 那这个时候你怎么办 你要找心肝 心肝在这里 生肖方面 少属鸡的 聊一聊 你心情就开了 那你的另外一半 也对你找茶 怎么办 如果大家都认识 最好 掖个时间 喝个咖啡 中间有个属鸡的在那里 他就把你调和过来 你看 所以善用生肖 实在是非常的重要 那么如果你可以更深入的理解 你就可以用紫围斗书的命盘 找到你命盘的功位是心肝的 看那个功位掌管的是什么事项 你就用那个事项去启动 也可以 或者你懂紫围斗书 你可以在你的周遭朋友里面 寻找命功做心肝的 作为你们的调节人 或者你们一起喝杯咖啡 一起聊聊天 聊是非 误会就解开了 莫名其妙 我跟你讲 这种东西特别的有灵效 你们两个人在那边对冲 夜炒 那一个月炒到 有时候一个月炒到离婚 一个月炒到分手了很多 那怎么样呢 创造最有利的条件 记得一个公式 这个公式分享给各位 如果你记起来你懂紫围斗书 你的应用就非常的广幻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